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最关心内地新一轮监管风暴各样究竟完结了吗 我们到这一天依然听到互联网相关的监管升级 最新有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涉及退市风险 支付上的规管亦传近会升级 内房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美元债依然在投资一些 觉得它会违约的一个价钱 阿Belle会怎样整体去到一个最坏的情况吗 今年在内地政府的政策有很多风风雨雨 有很多不确定性 它一直由出月一路密密集集地出了很多互联网方面的政策 然后即刻又将焦点变回内房企业的融资 资金链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几样东西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去出手 好过到时真的去到一个很大的bubble 或者互联网的反垄断的情况 它真的等到很严重才出手 其实到时更加大问题 所以其实内房的债 企业 内房这个板块 在中国经济占了很厉害的增长贡献 所以如果它是放慢了 当然大家都会担心内地的经济究竟 那增长是哪里来的呢 所以它在内地的基建那里 一定要立刻要撑住 那在内房的态度 我觉得这几个月 那么多事情出现了之后 其实它现在就想要托住它 就是它不想要有那么多系统性的恐慌出现 所以它会托住它 但是你说会不会去给它 就是给它一条水喉 但是会不会给它大水 我觉得就比较困难 因为它其实内房的负债 那些比例的情况 有些资产负债表看不到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严重的了 所以只需要给它那三条红线 所谓的怎样控制住 其实它们都看得很紧 那未来都会紧 但是会托住它 所以是不是情况这么坏呢 会影响到整个系统性 我觉得暂时就不会的 比较提到内房方面 其实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事 不过你就说到 可能去到一些最坏的情况 中央其实都会出手去帮帮 甚至大家最近都看到 市场操作方面 其实是缓解市场资金链的 一些流动性压力 另外房地产领域 在某些地区 也都适应地放宽 一些房贷政策 这方面其实是在帮的 Bell你又会觉得 会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令到大家现在 经常忧虑的就是 内房债这个风暴 会整体拖垮了内地经济 甚至明年会出现硬着陆 其实也在回应你第二点 其实是否未必会出现 12月就会有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 也都不会带水去惯他 所以一定是一个平衡 去找回他会拖一拖的经济 但是他也都会控制住他 令到他又不会run away 那个顺帖增长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说股市已经跌了很多 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很负面 所有的消息好像都很差 再加上有变种病毒 令到你见到恒指 在今天都跌到一个新低位 是的 三两个月跌了千多点 是的 现在好像是 环球股市之中 比较落后的股市 现在股市又去到 好像海啸时期那样低位 其实都值得再提提的 那么多学生的检查 不一定是从家那个 因为他是有时当国出完 而是怎么能安全的 有点称こと之外 以前她们的股市